文中有镇定 写定与不定 这三句 这三大类也 是句 类与句也 此三句之说 通见于小臣及大臣进了 这佛长讲的 所以学佛的人 对这个三句都很熟悉 但内容差异深杂了 这真理不是讲的 佛常常用这个名词 看对什么人讲 意思 情深广辖不一样 小臣如句些论为 出国 既其以上之圣者为正定局 这对小臣说的 出国以上 那就是从出国到阿鲁汉 出国许多汉 斯托汉 阿鲁汉 阿鲁汉 四国 这四国都算是正定 那对凡夫来讲 凡夫是造 无尽业者 这是协定 这是协定 其余的呢 介于 这个 正定跟协定 之间的 就叫不定 不定 完全看他的缘分 他要清净善缘 他就得正定 他要清净物缘呢 他就变成协定 那么我们看今天的社会 缘是什么 缘是社会教育 我们可以说 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社会教育 宗教教育 都是缘 看你接受哪一种教育 你就变成哪一类了 今天呢 教育是被大家 普遍疏忽了 人心目当中 别的东西 只想金钱 你说糟糕不糟糕 只想发财 能发得了吗 如果想发财 真能发得了 我跟诸位说 佛菩萨都跟你学了 他也想发财啊 那圣贤君子 不就全都跟你学了吗 他为什么不跟你学 他了解四世真相 这个东西求不得 罢苦里头有 求不得苦啊 不是你有求就来了 求不得 那他什么 命里有的时候 自然就有 命里无的时候 怎么求都求不到 这个一点都不假 从前念书人 都懂这个道理 所以说他不求 孔子懂这个道理 孔子生活相当艰苦啊 不失富有啊 孔子连小康都走不牢啊 他过的是一般平民生活 学生当中 物质生活最艰难的 因为 那当时飘饮 吃饭连饭碗都没有 用竹子编一个篓子 当饭碗 喝水连个杯子没有 用葫芦瓢 喝水 过那样的生活 他快乐 你一见到他 他都是满面笑容 从来没有 这个这个 忧悲苦恼 这种态度出现 那为什么 他懂应酷 他明白这个当中道理 所以他说是正定局 他不是写定 一般人受这种 苦难的生活 他就是熬不过去 他就像如飞飞飞 他就像如飞飞 啊 得到的 得到的 还是没有的 你没有的 造什么样的罪业 得不到 你说你冤不冤枉 啊 啊 心里就想到英国教育 多重要 啊 佛门当中 的确是书生 啊 一般社会大众都知道啊 佛事门中 有求必 我求发财 饮不饮 饮 命里就没有财 命里没有财 求佛 佛 叫你发财了 那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 命里头没有智慧 佛能帮助你 看智慧 命里头没有寿命 佛能帮助你 长寿 有求必 那在佛面前 祷告祷告 这个不灵 这个没用 你得学经典 经典里面有教你 身材有大道 啊 用什么方法呢 博士 才博士 那个人命中财富很多的 钱是 生生世世 喜欢才博士 他才得这么大的财富啊 啊 不是坑人 骗人来的 啊 是欢欢喜喜 不识 他才得到的啊 啊 聪明智慧的音识 法不识 健康长寿的音识 无微不识 未经典 未经典